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已经回到台湾了 意思就是说 我结束了两个礼拜的旅馆住宿 然后一个礼拜的居家检测 所以回到家里面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大家很平安 谢谢大家 上个礼拜我有上传一个影片 就是桃圆机场的过程 今天我想要补充一些个人心得分享 从我在美国要出境前开始说起 我在美国出境前 当然我在航空公司已经收到通知 就告诉我说我入境台湾 也是要三天以内的COVID的检测报告 那就跟我们台湾要进美国入境一样 其实应该是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要检测报告的 那么我在美国事实上我做了两次的检测报告 因为我第一次已经订好机票了 然后我就选在三天以内 赶快去做一个检测 那我第一次做的检测 就是我之前在影片里面有介绍 在纽约的街上很多的那个小型的检测站 随处几乎每个路口 很多路口都有 你一到了你就开始做检查 也没有要排队 也不需要什么预约 就是现场很快的就检查完了 然后第二天你就会收到E-mail 然后第三天你就可以上飞机了 因为我个人的行程有一些变动 所以我就更改了飞机 因此我又做了第二次的检测 第二次的检测是一个Driving的检测 就像我们台湾的麦当劳一样 车子开落去有一个小窗口 那么检测员他会从麦克风里 告诉你要怎么做 他就把这个检测的小的一个袋子给你 那我就自己坐在车上做一个检测 然后把检测完的东西交给他 也很简单 你就可以走了 那前一天也是上网去预约检测站 在哪里比较方便 时间 我们车子开到现场的时候 也只有我一部车子 也不用排队 这样我就要做一下比较 不是说我在挑剔我们的台湾政府 或者是我们台湾不够好 因为有比较才会有进步 比较我之前要入境美国的时候 也是必须要在台湾做一个检测报告 那也是三天内要有效期 所以就发生了这个问题 就是医院不够 我希望我在台北市区里面 我找找了好几家上网去查 查了好几家医院都已经满了 因为第一个医院很有限 第二个他们的时间也有限 那你又是要赶在三天以内 你必须要完成 要拿到这种检测报告 所以我就找到了 位于新庄的卫福部 长途跋涉到了那里以后 天气非常非常热 因为也是室外 而且那个棚子搭得好简陋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 但是是真的 程序也蛮繁琐的 因为我要我的身份证影本 什么护照影本 还有什么登机的什么资料 什么什么 我只记得我来回奔跑于便利超商 去做影印 然后再回来 然后他叫我要打电话到航空公司 问航空公司说 有一个证件我是不是需要 那么就是你不知道任何状况下 他跟你说你要不要这个 我说不是我要不要 是我出国必须要准备什么东西 他说你要往航空公司 我就打电话 再赶快让开 因为后面还有人在排队 我就走到旁边 开始打电话 当航空公司的电话 又都是语音电话 就是让你非常的挫折 这么炎热的天气 然后你又不太知道状况是怎么样 就是我人是在状况外的 那他一直语音给你 你就一直按一直按 就一直到你等 大概我语音电话 这家航空公司 我把它写下来的名字要不要 它应该要改进 我就把电话挂了 因为至少拿了十分钟的电话 守在那个电话前面 我就多花了三百块钱 我就买了这张单子 事实上我到了机场后 航空公司并没有要看 我就觉得 这好像是有点被耍的感觉 然后 好 这个是我在台湾出境前的 一个很不舒服的经验 在美国 我因为已经做完了检测 我就事先把它列印了一个资料下来 那通常我到机场 我进出机场的话 我都会提早大概两个小时以上 抵达机场 不管说这个行程 是不是我已经熟悉了 那这一次我提早了三个多小时 我到现场以后才知道说 我印出来 我自己印出来的这个 就是我的COVID 我以为是正确的 其实是不正确的 那么我又重新在旁边 用从手机上 再去查我的E-mail 再去查这个回头查 我手机 看阴性反应 那所以我就顺利的登机了 顺便提醒各位 就是未来的我们这一两年 进出全世界任何国家 可能都会要有 比较多一点 我们以前不熟悉的这个程序 所以提早一点到机场 比较三个小时以上 比较不会慌张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现在进出各国都有一些 比较我们不熟悉的一些新的规定 现在说的是飞机落地 桃圆机场以后开始的过程 一落地以后我们走出来 门口当然就是有工作人员 他穿着防护衣 那么就开始引领我们走 我其实已经开始紧张了 因为为什么我们在飞机上 已经很多乘客是穿着防护衣的 那个气氛就已经 就已经酝酿了十几个小时 在飞机上 然后一落地 门口又是防护衣 大家都面色很凝重 又要保持安全距离 我已经把我的随身行李 缩减到只有一个小小的包包背在身上 我没有手提行李 那我就拿着我的护照 拿着背棋的资料 我就跟着人群走 其实很紧张 因为他有一个关一个关一个关 我们要排队 然后我记得我们落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好像有两班飞机 当然总人数跟平常的机场出入人数 是算很少的 我们就一路跟着这个工作人员指引 我们要干嘛干嘛 发我们什么单子 叫我们要阅读的 那么有要填表格的 有要做什么检查的 一路上就是跟着人群走 大概整个过程一个小时吧 就一关一关的 那终于到我的小鸟 在叫我刚刚讲的小鸟 以后再跟你们分享 终于到了这个要拿行李的时候 而且这个行李这一关是超级让人满意 因为那个行李出来的时候 噴的全部都湿的 好安全 然后拿了行李以后 我们又要开始排队 又是另外一个队伍 就是要出大楼前的收集表格 所以我们又开始继续排队 最后终于离开大楼了 然后出了大楼以后 还有一关 那就是唾液检查 其实已经一个钟头 在机场里面 这样一直排队 蛮紧张的往前走 我的唾液已经都吞光了 终于我们可以去排队等计程车 等防疫计程车 收集是一千元 我们自费 多出来跳表 其他的费用是政府在吸收 我还记得我做的是一千四百多块 常常来往的机场的人 都有比较熟悉的计程车司机 价格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心里都有说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到了检疫旅馆的门口 以后是他们的服务人员 穿了防护衣来接待我 在门口就先把我的行李片 也是全部喷一遍 然后就把我全部喷一遍 接着我就填一些基本的资料 入住的资料 然后他给了我把钥匙 就送我到 我到电梯门口 我自己坐电梯上楼 我就进房间了 进了房间以后 先接到旅馆当地的李干事 打电话来 问我状况如何 然后告诉我说 他以后每天会打一通电话 来问我 然后第二天 他们也会送我一包 慰问包 里面都是很多干粮 其实我自己也从美国 也带了很多零食回来 因为我想说 住两个礼拜的旅馆 然后不能出去 那会不会很无聊 那我就备一些零食 结果他们的零食 我带回来的零食 我通通没吃 因为14天 每天吃三个便当 早上 中午 晚上 又都没有动 就在房间里 真的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在房间里面有大概五六张的表格 楼下服务人员告诉我 叫我要阅读 就是很多规定 他们没有进房间做任何服务 我不能出门 那我要签一个切结书 这样子 每天我要量两次的体温 房间里还有一个体温器 你们看 就长这个样子 你们看到的照片就是我 每天早晚的体温 接着14天里面 早上一定会接两通电话 一通是迪盖茨打来的电话 一通是卫福部的语音电话 打电话进来 那就是一样是在问你状况 好不好 有没有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再来就是下午的时间 把便当的这些都放到外面去 东西就是只有进来不能出去 如果我需要干净的床单 干净的浴巾 那打电话给他 他们就会告诉我 什么时候他们会摆在那个门口 那我自己开门 然后又把东西拿进来 等我离开房间以后 他们就会进来全部消毒 再整理这样子 在可以离开浴馆的前三天的时候 就有一简易车会开到浴馆门口 那我们这些住饭店的人 希望我 我当时还放到另外一个女客人 收费500块钱 也是自费 然后在最后的一个晚上 其实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我有朋友他们是 倒数计时 五四三二 门打热就冲出去了 那我是当天晚上还是睡在饭店 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回家的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我在这一段这几个月疫情的时间 我从台湾到入境美国 再从美国回到台湾 不一样地方的检测的一个经验分享 仅供参考 谢谢你们下次再见 See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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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